我們先去地下室好了 而且我擔心說是不是二樓也有一些地方需要電源才可以開啟的 啊 我們來了 天啊 又是 欸 欸 地下室的門鎖住啦 靠 北邊走 所以我們 好 我們先去二樓吧 走吧 等一下 我先吃個東西好了 花酸的品牌 喔呦 喔 喔靠 這什麼東西啊 喔呦 天啊 什麼什麼 上面寫的字是什麼 我 我看不再出來 喔 一上來就突然有那個音效 它有一點壓力大 壓力三大 沒東西 沒東西 這裡是 嗯 這裡是護士的休息室是不是 應該有什麼線索 那個什麼 劉立安還是劉安利 劉安利 請問你聽過安利嗎 那些病人真的很吵 明明沒事卻還要 半夜按緊急鈴 我難道不需要休息的嗎 最近有點累了 是不是該辭職改行 常常出現幻覺好像有什麼人跟著我 有一個陌生的男人一直看著我 該不會是對我有意思吧 吃菜啦 原來他叫保羅 今天跟他去飲料店聊聊一會兒 真是個全身上下充滿神秘氣息的男子 保羅說得對 病人根本是累贅 203的病人真的超級吵 得想辦法讓他閉嘴 天啊 原來薛條表面上跟我很好 私底下會跟醫生抱怨我 等著瞧 保羅的體力很好 成功的話這兩個我徹底討厭的人就會消失了 我討厭的人就會徹底消失 天啊 所以 病人真的好煩 乾脆一次全都解決掉 去死去去去 李醫師似乎發現了什麼 正好 我也看他很不爽 一起殺掉好了 嘻嘻 天啊 他 是不是已經中了一些幻術 不是 就是中了法術啊 一般來說人不會就是看對方不爽就想要殺人之類的啊 他可能是 除了他本身真的覺得很煩之外 他可能也被法術給那個 就是有稍微影響到了 天啊 那個保羅是什麼人啊 那個保羅 這邊是什麼 廁所嗎 為什麼廁所會有書 好吧 可能喜歡帶書進去廁所看之類的吧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嗎 應該都沒了吧 劉安麗 劉安麗我覺得他也是被害的 真正揍你是那個保羅 他媽到底 那個保羅到底是誰 保羅 出來啊 這個話 沒事 201號房 他說20 他剛是說203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要去203號房看一下 唉喔 唉呦 可能有什麼 線索之類的 喔 有這個坐得不錯餒 就是可以感覺得出那種 布木然後已經有點破爛掉這種感覺 就是廁所 廁所東西嗎 沒有 這邊是二零二號房喔 二零二號房 同樣也都 也都沒有什麼東西喔 也都沒有什麼東西 音樂真的還蠻大的 廁所呢 廁所一樣的沒東西喔 如果是在 我告訴各位 如果是在現實中 我絕對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廁所 我覺得隨地就地解決 才不會去廁所 這邊是 陽台是不是 是 陽台 是醫院外面的那個 對 就是那個我們來的 那邊就是我們來的路喔 醫院外面的 就是進來正門的這個陽台喔 這個畫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嗎 上次我看到有夥伴留言說呢 畫一定都有機關喔 那我要 畫 看到畫就跳過去就對了 嘿 沒有 好吧 沒有 真的沒有機關阿 真的沒有機關的樣子阿 可是那個畫後面有一個 房間嗎 算了 水聲 水聲 畫 嘿 嘿 嘿 好像沒有機關 恩 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邊好像突然變亮了 是我的錯覺嗎 難道 誰開手電筒 沒有啦 203 應該就是這裡了 哇 有血跡 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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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都沒有 203也沒什麼提示 這邊也什麼都沒有阿 欸 奇怪了 應該會有個地方有那個鑰匙阿 或者ID卡之類的 204 靠北我外面現在那個 我剛剛外面有人在那邊走路 害我嚇一跳 我應該沒有漏掉什麼吧 我應該沒有吧 這裡是205 對 205 喔唷天阿 這個是 唉唷 床部不見了 直接變成一灘 一灘那個 一灘血在地上 太有心了吧 天阿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這邊 這邊是206 這什麼東西阿 那個花盆 206另外一邊 是不是就是剛才那個畫的位置阿 唉唷 完了我踩到什麼東西了 哇 沒事 我自己嚇自己 管理員的ID卡 抱歉 原來是我自己嚇自己 我剛剛嚇一跳耶 走吧 地下室傳了聲響 然後我們又有ID卡了 所以我們可以去地下室打開電源了嗎 然後剛才按的時候 突然出現 欸欸欸欸欸欸欸 的聲音 我幹 嚇一跳 你是好像沒有出現怪物 所以 我剛剛才自己嚇自己 走吧 地下室 地下室的門打開了耶 啊 一想到地下室會覺得好沉重 太平間 跟電源控制室 太平間 電源控制室的門沒有打開阿 太平間呢 無名的屍塊 有點腐敗的屍體殘塊 雖然噁心 但是帶著吧 都噁心了 為什麼還要帶著阿 87 這些我現在收集到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用阿 會不會突然掉出什麼殭屍之類的 這個 是 我 Drag 賊 Check it out 吃個餅乾了 好像還有什麼聲音 Check it out 靠 那個是殺小 那個 那個是不是史萊姆還是 嗨 來啊 出來啊 沒東西 騙人箱 騙人箱 這殺小 嗨 這殺小 找到電源控制室的鑰匙了 喔 這殺小 不見了 水啦 沒關係 我們成功了 不過 媽的嚇死我 靠腰 所以是 這邊的那個劇情應該就是這樣子囉 靠腰 電源控制室 電源控制室 X光式 電梯廣播 弱電 全部按下去就好了 全部按下去就對了 應該吧 還是其實只能按其中一個啊 弱電 廣播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嗨 嗨嗚嗚 欸咦欸咦 卡住了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我們進去 嗚嗚 這件是X光式 然後我們把這個放進去吧 喔喔 真的開了 喔天啊這個音樂好討厭 找到了 哈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這三小 這三小啦 什麼鬼啦 我好像把什麼東西砍死了 會怎麼樣嗎 我剛剛好像把什麼東西砍死了 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好了打開了 等一下我聽到蜘蛛的聲音在哪裡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點 中央廣場的方向傳來一聲慘 痛苦的慘叫聲 可惡的人類也不會讓你得逞的 怨靈啊吃掉它 啊 別想 我桃木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離開了 快走快走快走 我一直聽到聲音齁很緊張 啊 外面有骨弓 啊 這邊也有骨弓 啊 欸不公平啦 他卡 他躲在那邊啊 不公平 你躲在那邊有防護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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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部都是骨弓 我就要被射成豬頭啦 大操 OK OK好好好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結束在這邊好了 下一集剛好一個ending喔 我們這一集就 醫院就結束在這邊 那就是希望各位會喜歡秀康這次的影片囉 另外秀康是每天晚上七點開台 七點會開直播 中午十二點的時候呢 都會上傳一部剪輯過的影片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不錯呢 就請你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並且訂閱秀康台 並且訂閱秀康台 也可以邀 如果你覺得不錯 也可以邀你的朋友啊 或是你周遭的人 一起來看秀康台囉 沒有錯 那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各位 掰掰 喔 就是覺得這次雖然怪物的出生點沒有 出生的點沒有很多 但是真的是還蠻恐怖的 特別是贏下我 OK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了 各位 掰掰 掰掰 HIGH FIVE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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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